现在科学高速发展,国家也走入现代化,女人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所以男人对女人也要有慧眼识人的本领,若不看仔细将后悔一生,有的女人玩玩就行,千万不能当真,说一下无种不能要的女人,一,爱慕虚荣,败经感严重的女人,虽说女人为自己找一个靠得住,有点经济实力的男人是没有错的, 但如果总之道的享受,不想与你面对困难,女人是万万要不得的,你找女人若和你有福同享,但关键时刻和你大难临头各自飞,这种感情是不会长久的,所以对待这种女人不能用真感情 二,水性洋花的女人,这种女人喜欢给男人戴绿帽子,可能会有很多男朋友,喜欢脚踏几只船,也许她的颜值非常高,但是这种内心不稳定,是与你万万过不到一块去的 三,心高气傲的女人,有些女人自己本身条件并不是特别好,但就是希望找一个高富帅,找一个条件非常非常好的男人 老人们常说门当户对,虽说不是特别正确,但还是有一定的道理 你喜欢找一个好一点的男人,但是优秀的男人何尝不再挑优秀的女人呢 这种女人要不得,否则会与你天天生气 四,吊着你的女人 有些女人明明不喜欢你,却喜欢和你玩暧昧,因为她们没有找到合适的,又不舍得放弃一个对自己好的人 但当她们找到合适的男人时,就会马上把你放弃掉 我们称为这种男人为备胎,一个对你不真心的人,在一起是不可能幸福的 五,不是真心爱你的女人 有些女人会因为某种关系不得已与你在一起 她天天又不是很开心,就算你再喜欢她,你也不能与她在一起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最主要的就是开心 就算生活辛苦一点也没有关系 但如果两人连最基础的爱都没有 就算你做再多的努力也是白费 感谢观看